庆祝元宵佳节的方式多种多样 之前还有不少市民喜欢在节日期间燃放孔明灯来祈福许愿 这种方式真的是挺浪漫又有仪式感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提醒大家 燃放孔明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深圳一家玩具批发市场内的不少商家表示 早在节前就收到了相关部门的通知 告知违规销售和燃放孔明灯的危害 要积极配合孔明灯禁售禁放工作 线下门店能够做到不售卖 记者发现最近网络上还流行起来口罩孔明灯 不少市民在好奇心的驱动下 甚至跟风拍摄亲测口罩孔明灯 对于这类行为深圳消防紧急提醒 无论是哪种孔明灯都有隐患存在 口罩孔明灯是属于孔明灯的一个类型来的 像它这个口罩孔明灯它下面有个小蜡烛 像我们口罩还是一个易烟品 如果还是受到风向影响的时候 这个小蜡烛会燃烧到这个口罩 一样会造成一个火灾的发生 请大家不要跟风模仿 是啊 这水火无情大过节了 咱们都注意点安全啊 高高兴兴的过节 是的 谢谢大家